中华唐蜜紀念堂 無數是來過南傘的 今天又來了 這是博二法門 我就不詳細拍了 以前都拍過 今天南傘的人非常多 送水洗手的人們 這個是中華唐蜜紀念堂 以前從來沒有看過 我來多少次都沒有看過 現在可以 這個是亨哈二將 每個島屋團都在這裡 進行講解 超多的 需要從這側面 要這回向一圈 再可以進去 現在人真是超多超多 全國人民都來了 你一次要不停 快要不停 我一開始 天啊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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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了一大圈,终于继来了 整整走了,我想应该能有一公里吧 非常非常热 这个站牌呀 上面人已经满了,全都是人 还原完了,现在准备往路走了 现在就走到波尔法门了 前面是波尔,后面是伊斯 里是塞亚斯亚洲区东门路 曾经一年前在这里住,每天都走这条路 在一年之后又来到这里了 的话,商业街区万筒路 来万筒路这里吃饭,有一家烟粉做的很好吃 感受一下 上吃吃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情了 找一个小店 要的是伊安海南粉 人好多耶 两份,十五月一份 看着非常好 今天是来塞亚之后第二天 第二天之后 这个来的塞亚大小冬天 塞亚大小冬天游戏已经免费了 这里的海局非常非常清澈 而且游人也非常多 以前我来的时候呢 这个海边照相那些设施上来 都不需要排队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每个人都排很多队伍 人巨多 就看到阳浮 这个小女孩和阳浮 那中间迷糊 大小冬天的叶子树特别密 然后在这里走的时候呢 你就感受不到那种海默特别晒的感觉 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去南海感觉特别晒 去分街州也是感觉特别晒 大小冬天就是感觉特别凉快 在海边而且有叶子树 这种遮挡 彩虹滑道 建在河上 最后的无数是路过这里了 今年又到这了 龙王别院 昂朝上头 好多好多人 可以称得像是一步一景 而且紧沿着大海 紧靠着大海 旁边是伞 有伞有海 非常漂亮 可以这么说呀 大小冬天是塞牙最低调的无畏景区 知名度好像是最小的 但是风景也是最美的 非常非常漂亮 我个人觉得这个 与天还要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往回走了 大小冬天 基本上所有地方我都走遍了 今天又来走了一大圈 走了两个小时 感觉非常好 虽然走了这么多遍 但是一来之后 心情感觉还是特别的爽 刚刚走了一圈 都是化死 好了准备离开大小冬天了 好了准备离开大小冬天了 这是塞牙自然火火馆 下面这个灯塔 大小冬天 还有一点 也是亚洲湾公共浴场 大家可以看 现在人少了很多呀 因为后脑都飞走了 这里呢是洗澡的地方 沐浴区 这里有两个洗手的地方 亚洲湾斯大街非常捷径 也是白盖 非常好 而且下海之后呢 走了很远 大概也就一米多深 而且四个角都有救上员 你在这里游泳是绝对安全的 不同于一百亿以上的遗骸潭 这是天涯镇马岭社区天涯小镇 我是第二次来 我是从铁路向那边走过来的 马岭社区啊 离大海非常近 走过来之后一百米左右 就可以看到海 非常漂亮 非常富有四溢 非常富有小指情调的这么一个小镇 而且物价还不是很贵 非常值得大家推荐 可以来这里玩一玩 非常不错 先玩正前往西岛 然后再往前大一点东岛 这是天涯小镇某个酒店的屋顶 看一下这海浪 这沙沙 先往前看到音乐 看到大河 来一下去 天涯小镇 这间这房子都涂成这种白色 米白色 然后窗的 全是这种天蓝色 天蓝色 踏蓝色窗的非常厉 metabol 每一条街每一条巷每一个房子 黑龙街都是这个样子 好看的一塌糊涂 很多次热动酒水 现在也是酒水新区 这是我一年之后再次来酒水 现在好像后年都走了很多 看一看 这次热动酒水 一个豆腐三块 一个饼一块 吃一顿大餐 我说是豆腐 还有这种饼 这个饼比东北都东北 而且今天吃到了这个酒店碗 这味道 这是骨子里记忆的味道 一一年两年多好像没吃过酒店碗 这味道一闻起来 哎呀 简直太香了 这 东北 正宗之名物 完全的东北 根本看不出来是在海南 还漏的 一块钱一个 全卖面包 五海赏 这个物价在整个海南岛来说 还是九水之地啊 对 这边是市场 这个 连卡伊尔都变成东北 这种市场的状态 这是让人觉得很诧异 多少次之后又走这条街 这条街 所有终生意的这种状态 全都是大陆人 而且东西都卖的非常便宜 小市场现在感觉很萧条啊 当年这个小市场附近是非常非常这个 繁华的 卖动也特别多 现在都主要在这个 借的两面 有散户们在售卖 市场反而很萧条 哎呀 因为高速公路封闭 要了一段 大田 东方大田 现在走在大田的这个 乡间公路上 多走四五公里 多费三十三分钟